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问 有童修提出问题 他问洪法与往生哪一个重要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我听过很多 那么这连着都重要 洪法这才能够恢复会民 也能够帮助社会的和谐 促进世界的和平 所以这个工作是一个大慈悲的工作 那往生对于学佛的同学来说 当然重要 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遇到 佛法修学 法门虽然很多 但是任何一个法门都要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断货振振 这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一生当中相当不容易成就 那么在所有法门里面 唯一由念佛往生是最方便 最容易 只要你能信 法运 可以说是决定都能够成功的 所以古人说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学 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 这一生能往生进途 往生是上学 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 不是去享福 不是去逃避责任 而是到那个地方 成就自己的智慧也断了 成就之后 这个词所谓是道架词 再回到六道里面来 普渡众生 因为你有智慧有能力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 做得成功 所以拈折都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